效率很高啊 你是要200顆 300顆 砰 那就出來了啊 然後再用溝水機 噓 弄出來 可是 你這樣一炸 所有的果漿在外面就黏住了 那可能就安全衛生就不好 那我們現在 百香果汁是很好的果汁 可是 你這樣一炸 組織裡面的社會就跑出來了 或者一些屑屑就跑到這個屋子 這個果漿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 他們就不要用機器炸的 他們就是要手工 手工來挖 那手工挖就比較困難 那我們現在可以用它 像這種 我就先把它挖個洞 然後我就把那個 一個碳碗把它碳進去 那我就想說把它抽出來就好了吧 可是不那麼容易 如果抽出來 我用吸塵器來吸就好啦 我用吸塵器來吸就好啦 一台吸塵器幾千塊 我就可以吸出來啊 現在有三次兩樣的吸塵器嘛 把它吸走 後來就是因為 它的果囊 不是液體 如果是純液體把它抽出來就好了 它是一個果囊在裡面 就是好像有胚胎 種子 果囊裡面有種子 種子又有果囊 果囊又跟胚胎連在一起 那它沒有液體 所以你要吸吸不到啦 只要吸到一點點 所以我就用一個 我想說 我們就用一個刮刀給它刮 像類似湯紙這樣刮 可是刮你很難伸進去 那我們最重要 那可以在裡面處理 最方便的就是高壓氣流 那我就把高壓氣流設計成刀子一樣 高壓空氣變成刀子一樣 把它刷刷刷刷刷下來 然後一邊刷 然後一邊吸 那就可以把它 一個碳針一直下來 然後刮 那個氣道一直下來 然後就把它 欸這樣割 這個怎麼會破開 然後把它吸進去 然後這個又可以 以後如果說是被農藥黃製的話 它這個又可以來避用 因為這個加工利用 有很多的營養成分在 那也可以來做一些 風調食品很有 好所以我們就研發了這一塊 好就是這樣 那